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劍真 今天是2023年3月23號星期四 今天想要來分享 怎麼樣去改你的舊機器的化油器 那這一台是已經改好了 這是它以前的化油器 等一下我會個別弄出來給各位觀賞 那我們先把安裝好的新的化油器拆下來 這一種化油器就是現在一般普遍在用的割草機的化油器 那我一樣先把這個支架拆下來 因為等一下要比對給各位觀賞 那拆下來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拆下來的化油器給各位看一下它們個別的差異 那你如果看到這樣子的差異 你已經猜到是怎麼樣改的 當然你就可以自己去進行改裝的作業 那你如果看完還是看不懂怎麼樣去改裝 那就是請你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那我的會員頻道已經開通 所有頻道會員都可以觀賞 頻道會員裡面會有詳細的講解 那這樣子理論上化油器的改裝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有一些老舊的機器 你不要急著把它丟掉 做一點點簡單的改裝就可以了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去改裝這個化油器 你一定要會去調整化油筆 你如果不會調整的話 那你就不要改裝 因為以前的引擎比較小顆 CC數跟現在一般小顆的CC數不一定一樣 那你如果買的話油器 它是針對譬如說26CC的 那你的引擎是20CC或者是更小的 那理論上它的噴油量一定不會符合這個引擎 你一定要會去調整這個化油筆 這一點是蠻重要的 所以你一定要會去調整 你要改裝 你再進行改裝 因為我自己目前也不是調的非常理想 至少調起來還是能夠使用 也使用了好幾年沒有問題了 所以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先去評估自己會不會去調整這個化油筆 那我這一台割草機的化油器改裝 分享影片就分享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敬請訂閱和分享 謝謝